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十几 似乎从妹妹的狼狈巷里得到了极大的快乐 过了好一会儿 少年才慢吞吞地嗡了一声 排步朝车厢的后头走 张着眼四处望 总而言之 这种态度实在不能算是认真了 你在看哪里 还有可能在窗外吗 第四街 去第四街车厢看看啊 女孩很不高兴地喊 第三就刚才叙事已久 变化出的匕首模样只是上眼法罢了 反而是那一状 他可是拼了老命的 虽然没有了肉体 但是在他的全神凝聚之后 意识力的强度也非常的可观 女孩两眼眼泪汪汪了半天 都看不清楚东西 都半天功夫了 酸色疼痛之下 鼻血仍旧跟个水龙头似的 留个不停 他的哥哥已经从视野里消失了好一会儿 还是没有回来 一个攀在车厢门上 像面团一样的 被拉得长长的人体 慢慢地凑了过来 然而他呼出的冷气 才刚刚吹到女孩的后拨梗上 他连瞧也没瞧 反手一拳将那破玩意儿给击飞了 并一只手还捂着自己的鼻子 王八蛋 敢打火 我非要你灰飞烟灭不可 区区的一个多了种 他抹掉了一脸的眼泪 觉得皮肤都火辣辣的 哥哥也是 又死到哪里去了 还不快回来 才刚骂了这么一句 只听见少年的声音就在远远的好几节车厢以外响了起来 由于列车行驶的声音太大 女孩险些没有听清楚 阿琴 我问你个事 干嘛 叫阿琴的少女 美好气地应了一声 感觉自己眼睛里的眼泪少了一些 我去找大脑 你要问我什么呀 你说 那个大脑是因灵多了种是吧 少年听起来十分好意整侠 毕竟疼的人不是他 可是很奇怪呢 咱们都穿着一身抗侵蚀的装备 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地方被暗物质铜挂 那么阴灵是怎么碰到你的 嘿 少女立刻愣了一下 在如月车站的世界之中 所有的物质都在以不同的速度被暗物质所侵蚀 人以及与人相关 相似的东西都被腐蚀得最快 除了极少数人以外 这个世界的原住民几乎都因此而死了 在他们死后 又有一大部分变成了多落种 也就是外谈阴灵的形态 当一个外来世界的人刚刚到达如月车站的时候 他的体内是完全没有被暗物质侵蚀过的 对于身处于无处不在的阴灵 既看不见也摸不着 虽然阴灵能够看见人 然而 在人被侵蚀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前 也是无法直接碰触到对方的 而自己能被那个大脑迎面砸了一下 这也就意味着 当少女还坐在地上发呆的时候 她的哥哥已经拖着 踢踢踏踏踏的脚步伸靠近了 在她的肩膀上正慢悠悠地 漂浮着一只灰白色的大脑 当林三就放松下来 不去控制意识力形态的时候 她就会自然而然地再次变成大脑的样子 啊 就是这个家伙 少女吞地跳了起来 浑身上下几百件装饰都在哐哐哐哐地响 她刚要呼上来 少年立刻灵巧地一个侧身 将灰白大脑给挡在了身前 你等等 她可不是多了种啊 女孩瞪着自己的哥哥 嘴巴半张 一副明明知道她说的可能是正确的 但是真的非常不想成正的表情 谁叫你一上来就喊大喊杀的 少年笑嘻嘻地把手插进了裤兜 好像忘记了自己 刚才也杀了不少英灵多落种 人家为了自保 攻击你一下也是难免的吗 你看 我就跟她聊得很好啊 聊 女孩皱起了眉毛 这只是个大脑而已 怎么聊啊 林一三就立刻示范给她看了 尽管才有几次 但她对意识力的操控 已经熟练的很多了 空中的大脑 慢慢地被拉长了 分化成了相连的几小块 每小块又慢慢地拼成了一个字 合起来就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傻的 连问号都有呢 第197章 在红鹦鹉螺会被要签名 消息传得很快 周围几节车厢的英灵 也就是堕落种们 都远远地避开了兄妹二人和零三九所在之处 因此车厢里面也是干干净净的 只有稳定的日光灯和有节奏的铁轨声 所以说你既然不是堕落种 那你到底是个什么呀 叫做楼野的少年 借靠在座位上 身板明明还很担保 却似乎正努力地让自己的动作 看起来成熟不羁一些 他笑嘻嘻地问完了 瞥了一眼 一脸不高兴 却仍然是忍不住朝这儿看的妹妹楼琴 零三九慢慢地将大脑变成了一个人子 作为一只器官来说 他死时的状态 看起来似乎是很高傲的 没有办法 主要是 清河的成本太高了 用意识力改变形状 写出文字 并不是个轻松活 他连一个多余的字都不想说呢 至于刚才那个复杂难写的傻子 则纯粹是为了出气才写的 说起来 还真要多亏这对少年兄妹 无时无刻都忘不掉的内斗 要不是当哥哥的 想着看妹妹的笑话 而做妹妹的 又幸好还算是明辩是非 恐怕今天零三九很难逃出这个局面的 尤其是在刚刚被娄也发现的时候 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个大危机呀 而好在两个孩子 虽然脾气性格什么的 都让人有些无奈 但心底似乎还是挺善良的 你是人 那你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呀 楼琴压不住心底的疑问 终于还是问出了声 只不过这个问题太大 要是一点点控制大脑 来把这件事从头到尾的说一遍 零三九非累死不可了 他想了想 拼了两个字 太长了 态度还挺高冷的嘛 楼琴一翻白眼 哥 我跟你说呀 堕落种一般都特别的狡猾 这一个搞不好就是有了 什么机遇的特殊堕落种 到时候出了事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楼也嗷了一声 不以为意 你当我跟你一样傻呀 见到他的时候 我就用我的能力测试过了 真的不是堕落种 说到这件事情 零三九心底 顿时又犯起了一股憋屈 在刚刚被楼也发现的时候 他真的以为 自己就要彻底完蛋了 如今只剩下一十体 零三九忽然 对以前的一些 察觉不到的东西 变得敏感了起来 尤其是对上人的时候 对方周身流露出的 每一丝气息 讯息 都会强烈地被他捕捉到 刚才一被这个少年 给堵在了角落里 他就立即察觉到了 对方的战力 恐怕比那个女孩 还要高一些 更何况 他的态度 也要比那个女孩 严肃得多 少年嘟弄了一句 手上一翻 一张浅黄色的纸叶 就凭空出现 接下来 大概就是要打上来 在零三九刚刚调动 好了全部的意识力 打算硬扛下来 这一招的时候 纸叶已经翻卷到了面前 随即却出乎意料地 啪的一声 消失在了自己 周身的空气里 连碰也没有碰到 零三九一下 作为纯意识体的零三九 立刻感觉到了 自己浑身的气流中 似乎掺杂了一些 淡淡的义务 这就是他的攻击吗 诶 没想到这个念头 还没转弯 少年看起来 却比零三九还要惊奇 奇了怪了 我的皇历 一向只会对人类 才会这样啊 你今天出门 看皇历了没有 现在的年轻人 广顾立法 真是叫人叹息 难道大家不知道 皇历的伟大之处吗 多少代四天剑系统 精算古代方术 天文八卦 在制作出来的万年里 现在竟然没有人看了 想想太不可思议了 为了恢复传统文化 这个能力因此应运而生 作用 类似于诅咒术 每一次随机地叫出一张 皇历职业 攻向目标 皇历上的遗迹事项 会变成对方一段时间内的事 命中率百分之百 完全不可抗 持续时间随机 只不过 只不过皇历内容 也是完全随机的 为敌人 施加什么事 都有可能的 维护天衣的例子 以前似乎也发生过 PS 只对人类有诅咒作用 皇历职业本身带有 古老的驱邪 逐凶的作用 体现在对目标的 直接打击上 换而言之 如果对手是人类 则优先使用诅咒功能 如果不是人类 或者在能力主人的要求之下 才会产生击打作用 见皇历职业 没有对自己造成直接伤害 林三就突然灵机一动 来不及庆幸 赶忙用大脑形成了字句 这样一来 他终于能够与对方沟通了 而他们也的确简单地交流了几句 然而随即一人一脑 就突然陷入了沉默 彼此对望了半生 我什么事 林三九写了四个字 比较费功夫了 好在在楼野 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呃了两声 挠了挠两下头皮 神情似乎 不太好欺耻的样子 好 我这儿是有底单的 你自己看看吧 说着 楼野出示了刚才使用 攻击他的皇历 也正是因为这样 林三九才感到了憋得慌 所以哥哥 你到底用的是什么内容的皇历啊 听楼野说到这儿的楼琴 早就患上了一脸的畅快 迫不及待地问的 瞧他的样子 似乎早就准备了一肚子的哈哈 等到要喷到对方的大脑身上 楼野咳了一声 那个 移婚嫁 积 积 积行房 楼琴比哥哥还要不害臊得多了 他猛地一拍大腿 身子都弓了起来 那不就是 骗起吗 被一只大脑问你是不是傻的愁 似乎也终于爆了 灰白大脑一点情绪也没有表达出来 果然憋屈得很啊 林三九只能够拉出两个大大的惊叹号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作用 等楼琴笑完了 他才终于打听着这两兄妹的一点来历 我们可是红鹦鹉螺的名人 楼琴矜持的一台下巴 眼睛圆的金亮 凡是在本地住了些年的人 有谁没有听说过我们两兄妹呀 可是林三九连红鹦螺是什么都没有听说过 真是土鳖 你有没有听说过中心十二届呀 第198章 林三九竟然这么有名 所谓中心十二届 实在是不知多少年代的进化者筛选 改造之后 逐渐形成了完善的十二个巨型人类星球堡垒 这十二个世界在地理意义上 是否相靠得很近 谁也无法探知的 它们也并不属于任何意义上的联盟 最开始的时候 有些大界甚至还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这时他们在资源量 改造度 相似的地位 逐渐形成了如今的这十二届 并提的局面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 接触十二届的人了 但是林三九 仍然有一肚子的问题和好奇 只是苦于 无法地问出口 好在楼秦非常以自己的出身地为傲 根本不必多问 它已经像这小鸟似的 说个没完没了了 我们红一五罗不算是十二界里最大的 但是也能够排在中等了 原本嘛 这个世界是被一种叫做 红一五罗的地外生物 入侵了生态系统 结果造成了全球生物大灭绝 人类自然也就活不下去了 不过现在 你打我干嘛 废话 楼也瞪了他一眼 谁有心情替你上历史课呀 林三九赶忙写出了一个 我听 没想到楼秦 眯了眯眼看他 竟然黑黑一笑 一副 你也有今天的表情 反而不肯说了 你今天出门看黄历了吗 的威力 林三九顿时又体会到了一次 话说回来 你到底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 楼也对这件事情 仍然是念念不忘 我们两个为了试炼 来到这个世界 也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例外 人如果被暗无知青史透了 或者被这儿的堕落种 见机杀死了 那么只有两个下乘 要么死窍 要么也变成鬼 变成堕落种以后 除了诱骗杀戮恐吓 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了 而新春你这样心态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灰白大脑在空中 上下点了几下 也不知道是要表达什么意思 楼琴也被勾结了好奇 他不好意思直接过去乔039 装作往窗外看的样子 绕了个圈 来到了灰白大脑的后头 悄悄地伸出一根手指头 去摸他 但身处的空间 对于039来说 根本就是像装在了脑子里一样 在他转身的时候 就已经察觉了 向上轻轻地一提 就避了过去 你是男的呀 楼琴瞪起了眼 要不然 为什么不让我摸呀 林一三九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想了想 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写了个 女不行 意思就是 虽然我是女的 但是你还是不能摸 楼琴对他的意思 领会得很彻底 当即催了一口 在哥哥的笑声里 转身坐了回去 林一三就飘到了 看起来比较好打交道的楼眼面前 写了一行 说如月 你的意思是 让我告诉一些 如月车站的讯息吗 楼叶摸着光溜溜的下巴 试探地问了一句 见大脑果然上下点了点 他露出了一股 整理思绪的样子 嗯 其实我们之所以 能够在这个世界里 这么轻松 也是因为 我们在来之前 就已经得知了 他的资料了 所以专门针对他 做了准备 你问对人了 啊 问豪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当然 是从如月车站的 经历者那儿 听说的了 从而言之啊 这一次必及事件 必须要很小心才对 别跟你似的 虽然不知道 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将来 绝对不是好事 听见B级世界时 039的震惊 很快就被憋屈 给取代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